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宣布延长对移民签证的禁令到2021年3月31日 组织许多绿卡申请者和外籍临时工进入美国 川普声明强调在疫情严重影响经济的情况下 需要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劳工 芬蒂刚表示天祖教教宗方济各因为坐骨神经痛问题 导致右腿痛及步行困难 无法主持年末祈祷仪式以及元旦弥撒 正是84岁的邦继各2013年上任以来 首次因为健康因素而缺席主持重要的教宗活动 日本独卖新闻报道 中共的千人计划已经渗透到日本 该报调查至少有44名日本学者参加 其中有部分学者甚至领了日本政府高额的研究补助 今后任教于中共军方系统的大学 日本政府将加强管制 防止重要的安保技术和情报流出 元气韩剧《爱的迫降》男女主角 选兵与孙艺珍 细批成真 两人照片被韩媒Dispatch拍到后 中方经纪公司坦言两人正在交往 成为韩国今年的元旦情侣 随后孙艺珍也与个人官方IG发文 周次公开认爱 并写下感谢能遇到这么好的人 不会努力让美丽的爱延续下去 新航雅开电视整理报道